1991年某天晚上 黑豹乐队结束了演出 窦围子和王妃出去了 美名契约买饭 实则是一夜未归 随后两人的感情就此曝光 王妃果断选择和鸾树分手 有趣的是 这时的窦围或许并未想过要和王妃勤定终生 因为彼时的她还有个正派女友江欣 在王妃的火热追求中 窦围终于沦陷了 彼时的窦围已经清晰于王妃 江欣明显处于下风 江欣最后选择退出了这段感情 将窦围拱手让给了王妃 显然最后的结果是王妃这方胜利 只不过此时的王妃并不知道 她看似赢了江欣 实则在这段不光彩的感情中 永远没有赢家 俗话有云 风水轮流转 这话在年少的王妃身上印证了 房间传闻有次她特意从外地赶回来 想给窦围一个惊喜 没成想 却被窦围给了个惊吓 因为她在房里 看到了高原和窦围 暧昧不清 随后便频频传出 窦围和王妃婚变的消息 直到窦围带着高原 前往日本游玩 当着记者的面直言 这是我爱人 那段时间 外界一直都在等着看王妃的笑话 流言蜚语无孔不入 毕竟当初她是怎么得到窦围的 现在就怎么被别人抢走 然而王妃始终没有为此事 在公众面前急赤白脸 只是默默和窦围离了婚 结束三年婚姻 2000年 王妃拉着谢霆锋的手 亮相于公众面前 一段轰轰烈烈的风飞恋 就此展开 彼时的王妃31岁 谢霆锋才20岁 这段相差11岁的姐弟恋 一直都是外界议论的热点 不过这两人的性格都比较特立独行 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频频在大伙面前秀恩爱 陷入热恋的两人 此时还没意识到 张柏芝的到来 会让这段感情支离破碎 那时谢霆锋和张柏芝 一起主演《老夫子》 两个小年轻也逐渐热络起来 据说 这时的张柏芝对谢霆锋 已经方心暗许 但是他有正牌女友王妃 所以张柏芝并未做出过火的举动 反而是转头和陈小冬谈起了恋爱 就这样 两段风头正盛的恋情 一度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新闻 当然如果故事就这样平淡进行下去 也就没有后来的狗血剧情了 2002年张柏芝遭遇意外 险些残疾 谢霆锋前往医院探望 却被媒体拍到两人眉目传情 就在两人的暧昧消息传的甚嚣尘土时 谢霆锋始终一口咬定 两人只是兄妹情 耐人寻味的是 这对兄妹经常被曝出关系亲密 王妃这边更是被不停报道 她和谢霆锋因此吵架 感情处于破裂边缘 此消息的真实性虽然有待商榷 但可以证实的是 王妃确实开始频频回京 回到北京的王妃 总会找她的朋友圈了一起玩 恰好这时的李亚鹏也加入了这个圈子 两人因此认识 传闻彼时的李亚鹏 对王妃早已萌生好感 为了俘获女神芳心 经常在打麻将的时候 给她放水 就是为了讨好她 除此之外 她还会经常给王妃发消息 讲笑话逗她开心 哪怕是王妃随口一提的想法 她都会想尽办法帮王妃做到 就这样 两人慢慢熟悉了 只不过 她俩这时还只是普通朋友 王妃和谢霆锋 一直是分分合合的 然而自王妃34岁生日过后 两人关系就走向了离散的局面 2003年8月8日 就是王妃生日当天 身为正牌男友的谢霆锋 没有回来陪她 而是在看黄马比赛 可能是这条消息刺激到了王妃 在面对媒体采访时 她不爽地回答道 北京有朋友会庆祝 果不其然 几个月后 两人就正式官宣了分手的消息 被谢霆锋伤透心的王妃 这次没有选择继续复合 而是在2005年7月和李亚鹏结了婚 同年11月 王妃怀孕 至于谢霆锋和张柏芝这边 进展如何 王妃有了新的老公后 谢霆锋和张柏芝 这对非文猎人 算是暂时划清除了界限 为了不让媒体有可乘之机 大肆宣扬两人 谢霆锋直接选择 不和张柏芝通台 关于张柏芝的消息 她俨然是回避一切问题 然而现在 摆明态度 也无法换来王妃回头 毕竟她已有身孕 也有了新的家庭 2006年5月27日 王妃带下一女 名为李烟 得知王妃生女的消息 谢霆锋应该是 彻底断了两人的面向 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同年9月18日 和张柏芝迅速晚婚 随后张柏芝 为其产下了大儿子谢震轩 本以为双方的感情 在这里算是尘埃落定了 没成想 张柏芝和陈冠希 却被曝出燕照门事件 此后外界一直传出 谢霆锋情变的消息 不过他俩的感情 仍在顺利进行中 2010年 张柏芝还为谢霆锋 生下次子 谢震男 再看王妃和李亚鹏这别 2008年王妃再度怀孕 却因胎儿发育不稳 最终流产 外传李亚鹏因此 经常和王妃吵架 两人感情不合 更过活的则是 李亚鹏多次借子买醉不归 甚至去外面泡妞 或许此事 确实影响到了两人的婚姻 也为日后的离婚 埋下了伏笔 而谢霆锋和张柏芝 看似一派和谐 却不知隐患 仍在陈冠希身上 2011年5月 张柏芝和陈冠希 同坐一架飞机 据说 张柏芝主动招陈冠希合照 两人一路有说有笑 此举彻底惹怒了谢霆锋 随即和张柏芝离婚 王妃和李亚鹏这边 情况也不乐观 这段摇摇欲坠的婚姻 坚持两年后 最终也已离婚告终 八年婚姻就此结束 两段婚姻原近于此 也是许多人意料之外的 不过最让人感到意外的 还是多年后 王妃和谢霆锋 再次重归于好 2013年7月 谢霆锋录制综艺 一直戴着墨镜 被爆出是因为左眼受伤 随后王妃网上发动态配文 都不忍心提醒你 注意左眼 就这样 两人旧情复燃的消息 渐渐浮出水面 此年王妃和谢霆锋 又被拍到亲密画面 至此两人正式复合 算起来王妃两段婚事 大概有11年左右 而她跟谢霆锋 前前后后拉扯 就有10年之久 恋爱分分合合3年多 离婚后两人复合至今 已有7年多时间 不禁令人唏嘘 其实直到现在 仍有不少人觉得 王妃和谢霆锋不合适 够有甚至认为 王妃离过两次婚 于情于理都配不上谢霆锋 事实上 身为一代天后的王妃 早在1998年时 收入就已经达到了 8720万港币 彼时的谢霆锋 还只有590万港币 也就是说 这时的王妃的收入 就已经是谢霆锋的14倍了 她跟窦威离婚时 就被传出身价7亿 2012年还被爆出 俩月赚一亿的惊人收入 无论是豪宅还是投资 她的资产都数不胜数 2013年就有媒体曾报道过 她的资产超10亿 换个角度来思考 王妃的袭击能力堪称一绝 不管是圈内地位 还是财富版图 都非常人能及 既然早已达到了 亿万富婆的程度 那王妃的爱情选择权 何尝又会很窄呢 或许她只是兜兜转转 几十年才发现 最适合自己的 可能就是当初那个 潇洒自我 如今稳重成熟的谢霆锋 最让人欣慰的是 木然回首 谢霆锋仍在原处守候 于是两个不在乎 外界看法的人 坦坦荡荡地敞开内心 重新走在了一起 再者 现在的两人 都已实现了财富自由 剩下的不就是追求精神自由吗 所以说 她和谢霆锋 不存在配不配的上 只是两个有缘人 过了几十年 起起伏伏地生活后 仍然选择了对方